中央社,中国官方近日约谈快手及今日头条网路平台,快手随后扩招3000名审核人员并强调共青团和共产党员优先,今日头条则增加敏感词1700余条并大力弘扬正能量。 中国快手及今日头条网站4日遭官方约谈下令整改,中国官媒批评这些网站让大量未成年妈妈上传与孩子的照片影片以严重影响少年儿童起到相当恶劣的作用。 澎湃新闻报道,今日头条从5日起展开持续5天的清查,今日头条通报旗下火山小视频、西瓜视频等平台共计下架问题影音1318条重置封禁问题账号4864个,增加影音审核相关词库敏感词1700余条。 报道指出,霍山小视频还制作祖国自然风光的宣传业,依当下时已推出清明踏青蓝祖国大好河山,并将平台上记录家乡山河风光的影音搜集整理集中呈现大力弘扬正能量。 快手今天在一家招聘网站发布招聘讯息,为加强审核能力与内容上传量的匹配,快手将在现有2000人的审核团队基础上扩招3000名审核人员,将审核人员的规模扩充到5000人。 快手对招聘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大学及以上学历,有良好的政治觉悟与素养优先,有较强的政治,敏感度与间谍能力优先,共青团员和中共党员优先,还要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能适应较快的工作节奏与导班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